或者觀想的時候 他說什麼 你觀想好像說 光是片滿了這個整身的 他現在的無色階是什麼呢 他所做的那些什麼 你觀想的好像 就是在念頭上就只有虛空 或者西方哲學 有些人有睡眠困擾 他就觀想說 你就躺在一個很軟的 一個雲朵的當中 像棉花糖 可是他現在的觀想是什麼 他是觀想說 就是什麼 完全就是騙虛空了那樣子 只有虛空存在了 因為虛空是什麼 是幾乎沒有形狀的 因為什麼他是 不可觸碰 不可遮止為虛空的話 這樣子的坐念 我會講說什麼 做的是坐意為空無邊 這個空無邊是什麼 是騙跡的 完整的騙步的這樣子來講 那第二個是什麼 因為空他還是比較粗的 為什麼 他是從粗分的外在的射法而案例出來的 是沒有觸碰 沒有阻礙 觸碰阻礙是在外在的射法 才會有觸碰 有阻礙 他有這樣子而案例出來的虛空 那畢竟是比較 除他現在更稀一點是什麼 是我們想的是在以第二層的話 什麼是 事無邊 現在不是虛空遍滿一切 而是我這個心事遍滿一切的 只剩下心事了 只有心事的而去圓著 而去廣大的來講的話呢 就是為第二層的這樣 我們講事無邊天 那第三層的時候 無所作念 或者無所念天 是什麼是 他以沒有念頭 想作為自己的念頭 所以我們 我那時候常常想到說 以前我們可能對於成定的 有些人錯誤的概念說什麼 你就不要作念使內心停下來的話 我們說什麼 心事不可能停下來的 心事沒有辦法停下來的 心事就一定有它的作用 你說你無所念 就像什麼 我們說什麼 我想說 無常如果停下來的話 我也知道 如果無常停下來的話 可是無常是不是有因緣生 它就會每一刹那滅亡的 一樣 那心事生下來的時候 它不可能沒有作念 可是有些人說什麼 那我是以不去動念而去圓的話 那這個圓的方法等於是什麼 就像三殘天所要圓的是什麼 它圓著沒有念頭 它會沒有作意 作為自己的所緣 它好像說我不要作念 我不要作念 那當然我們到最後的 這個我們講說在語 一個用詞是有頂天 可是在語 經書上面我們看到的 或者像在金剛經 別的地方我們都講說什麼是 飛翔 飛飛翔嘛 飛翔是什麼 是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初分的想嘛 我們是不是在五片行 或者我們在講說 我們常常講的五運 是不是 色 受 想 行 就是我們五一個以 一個人也好 或者我們說友情也好 這個為什麼會分五這個五運呢 是不是 只有這個五運的 當然 無常之也一定涵蓋在這個五運 可是它為什麼 特別要曆出受跟想的 因為這跟我們一般的人 或者我們的心所裡面 最有相關聯合性 或者最有跟我們 起心鬥熱 最有關什麼就是受跟想 因為受是什麼 我們在五運當中的受是什麼 是我的感受 喜怒哀樂 或者我們這邊來講 以經書來講 簡單來分什麼 喜 樂 苦 舍 所以這來講 我們所謂的 那種所謂的 應該後面它分受的時候 我們是有分五個 它有喜樂 痛 苦 痛 苦 跟 舍 這五個來講的話 我們後面會慢慢 越來越多介紹 可是就是 喜 樂 痛 苦 跟 舍 這五個為 五種感受 這是我們跟每一個人 最有關係的 而想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在分辨 想思想的 來講的話 因為它說什麼 在 據舍論的時候 它分出這個說什麼 因為它說 最多 最多我們分出一個人來講的話 它可以分出兩種類別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俗家 一個是 出家 可是 一般的俗家 一般的出家主要是什麼呢 俗家 可能主要是什麼 它是為了 獸而去努力的 它的自然而然就是 我為我的感受來講 它有些人 深重它說什麼呢 可能我不那麼的 對獸 有那麼多感 可是什麼 它常常為想而去爭 或者想而去努力什麼 我的見解是這樣子 我想要的這個來講的話 它從這個來去做區分的 很多就是 當然 這不是一致的定義 可是在據舍論 它分出什麼 為什麼會分出這兩個心所的話 因為這跟我們 所有的想 不管是生也好 俗也好 這兩個最大的區分 它是一個位 一個什麼 一個位是為 受 而去努力的 一個是為它的想而去努力的 而行 為什麼來分 因為行就是在 色 受 想 是 以外的 所有的這個無常 因緣而生的這個 都屬於是行的 那是為什麼特別來講呢 因為是是控制所有的心事 心王 它沒有這個心王 你有單獨有 樂受 單獨有想 它也不可能生 它是由隨著這個 視而轉的 那 實際實際來講的話呢 它不用這個五韻來分的話 它也可以 可是為什麼要分出這個五韻呢 就是一個人 來講的話 它幾乎就是 最主要就是以這些為 為主了 為去做的時候呢 那 我們 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說 那與 無色界 無色界的這個第三層的話 我們講到了說 剛剛講的無所念 到第四層的非想 非非想 所以 這個想在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五韻當中的這個 想韻 或者想心所 我去思維的 分辨的 去做這個意念的 這個來講 我們就叫想 想心所 那 非想 這個非 的用詞 這個非 因為我們中文 很妙 這個非可以變成 我們現在的俗話 可能有時候是變成是 不是也可以做 有時候是沒有也可以做 和這一邊的它不是 不是在指 不是 它在指的是 沒有 所以 非想是什麼 是沒有想 沒有想什麼 沒有 初分的想了 在於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念 這邊來講的話 都還有初分的想 那 在於 有頂天的時候 已經沒有初分的想 所以它叫非想 但是 因為它是 友情 它是 普特前羅 它是 侍夫的緣故 它一定有興亡 一定有興亡 一定有所謂的 五片形 一定有 受 想 行 師 作意 等等都會有的時候 然後呢 它又什麼呢 是 非想 不是 或者 沒有 沒有想 沒有 沒有變成什麼是 有想 那是什麼 有一個細分的想了 有一個細分的想 有一個 初分的這個想已經幾乎是 沒有了 但我們還不能說它是 沒有想 凡是有心 有事 就一定會有想的緣故 所以什麼 它是有一個細分的想 但已經沒有我們所謂的初分的想 這個細分的想對一般來講的話什麼 一般來講是沒有什麼太多的用途 它已經 沒辦法作意了 沒辦法作念了 它 動不了了 只是在那個來講的 就像 我們一般舉的例子來講 或後面跟大家講的像密法來講 它說什麼 是不是 我們有受過灌頂 有講它說什麼 那種 原始的光明啊 或者所謂光明升起的話 那以我們沒有訓練的 或者沒有串息的那 你說 我死亡的時候 光明升起怎麼辦呢 我說 你幾乎 幾乎沒有 對你來講是 沒有什麼作念啊 就像剛剛那個 我在所謂的 無色借天來講的 飛翔飛翔的時候 那個 細分的想升起來 可是它根本 這個做不起任何的用途 它就是 陷起來就來 像我們這種的 沒有來講的話 光明會不會升起 每一個人的光明都會升起 可是什麼呢 因為對我們來講 不串息的人 或不知道來講 他升起是升起的 可是對我們來講沒有用途 因為我們 可以想的 可以作意的 可以用途的 都什麼呢 都是在一種 初分的心事 而 那有些人問說 那光明升起 那又怎麼樣 為什麼大家講說 死亡的時候 對於在密稱的修法 這麼重要呢 因為 它是自然的 我們不用透過預先例 它是自然的運轉 很容易的 就是那個時候 光明一定可以升起的時候 這個時候 如果大家可以 運用的時候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心事 如果可以運用到的話 它是那種 應該算最純潔的 最清淨的 沒有染污過的 它可以如果利用的話 它的力量是 大的 同樣的 我們可能需要 花很多很多的努力 用這種初分的心事 才可以到的這個境界呢 依著那個從 無始的光明 或者無始以來 而帶來的 而也是我們說什麼 以真正成佛的 或者我們講說 如來藏 這個來講的話 這種所謂的 可以成為佛的這個種性 在以密法來講是什麼呢 就在指這個 最細微的這個心事 從無始以來就存在 這個是從我們現在 一直到佛地 是這個東西來講 那初分的心事 都是要捨棄的來講的話 所以它有提到一點點來做的話 我們講的這個 無色界的第四層的 什麼是我們講 飛翔 飛翔 或者比較容易來講 是什麼就是 就是什麼 有頂嗎 在像我們剛剛講的 色究竟天一樣 這邊就所謂的 輪迴嘛 有的究竟天 三有究竟天的 或者說我們所謂有頂 已經到了 三有的最頂了 是不是我們 大家順便跟大家 複習一下 我們說什麼 是不是在之前 我們依著世間道 都可以什麼 都可以脫離到 無所念天的煩惱 都可以 都可以去除 那時候獲得什麼 那獲得了 有頂天的 正行嗎 可是什麼 有頂天 有沒有有頂天 所屬的煩惱 當然有 有頂天 有有頂天 所屬的煩惱 當然有 它是輪迴當中 它也是依著 葉跟煩惱而生起來的 可是什麼呢 要斷除 有頂天的煩惱是什麼 是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依靠了世間道可以斷除了 如果斷除了 有頂天的煩惱的話 維爾特有什麼 維爾特有所謂的 無露的道 維爾什麼 如果斷了有頂天的煩惱 或壓制有頂天的煩惱的話 它就已經是什麼 是阿羅漢了 已經 當然 我現在就說 所有的有頂天的煩惱 不是說 部分的 有沒有先斷部分的有頂天的煩惱 當然有 我說 它斷了 劍道所要斷的 它在獲得 劍道這個地方所屬的滅地 它斷了 騙計的煩惱的時候 它不是說 它沒有說什麼 我斷了 我們是不是 我一直跟大家講 那個福生大師的應屆來講說 福生大師是沒有說 我可以斷出某一點的煩惱 這個煩惱我不斷 它沒有辦法這樣講 如果我斷了 騙計的煩惱的話呢 是三界的煩惱同斷了 它沒有說 我先斷 欲界的騙計的煩惱 再斷什麼 色界的騙計的煩惱 在斷什麼 無色界的騙計的煩惱的話 它沒有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它說 如果要斷